猪肝不要总是炒着吃了 今天分享一个解馋的做法 鲜香又滑嫩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下面跟随视频写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一块新鲜的猪肝 先改刀切成薄片 这里尽量切的薄一点 口感才会更加的好吃 我们在挑选猪肝的时候 也是有讲究的 一定要选择这种色泽红亮的 如果颜色发黑 那就说明猪肝不新鲜了 全部切好后装入大碗中 往里面倒入一罐喝剩下的啤酒 用筷子稍微搅动几下 让猪肝完全浸泡在啤酒中 加入啤酒可以去腥增香 先放在一旁备用 下面准备几个干辣椒 用剪刀剪成辣椒条 喜欢吃辣的也可以多放一些 因为辣椒籽会影响口感 所以剪好后要把辣椒籽拿掉补药 先把它装入碗中 然后再倒入清水 把辣椒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清洗掉 洗净后放在一旁晾干水分 接着再准备一把花椒 然后把晾干后的辣椒条也加进来 先放一旁备用 准备几根小葱 先将葱白拍几下 然后再剁成小葱碎 切好后装入碗中 准备一小块生姜切成姜末 切好后也一起装入碗中 准备四五个大蒜 先用刀拍扁 拍过的大蒜更能激发出香味 然后剁成蒜末 剁好后装入碗中 这时候加入一点熟芝麻 然后起锅烧油 把油烧至冒烟 油热后淋入大料里面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匀后开始调味 适量的生抽 适量的香醋 少量的蚝油 一小勺食盐 少量的鸡精 一点点白糖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匀后 先放一旁备用 这时候把浸泡好的猪肝捞出来 再倒入干净的清水 把猪肝清洗一下 这里尽量多清洗几遍 把猪肝里面的血水洗出来 洗好后 空水捞出来 装入碗中 再加入一些食盐 少量的胡椒粉 少量的玉米淀粉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匀后 先放一旁腌制10分钟 接下来我们切一点葱花 切好后 装入碗中备用 几根洗净的香菜 切成段 切好后 装入碗中备用 下面起锅倒水 切几片生姜 放入锅中 再准备一根葱结 也放入锅中 水开后 加入一点料酒 这时候把猪肝 慢慢的倒入锅中 等猪肝变色以后就可以了 这里切记不要煮得太久 不然容易把猪肝煮老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控水捞出来 先把猪肝装入大碗中 提前调好的料汁加进来 用干净的小手 转拌均匀 抓匀后再加入葱花和香菜 继续抓拌均匀 朋友们 我每天都用心地搅做菜 麻烦伸出你发起的小手 点个赞吧 您的鼓励 就是我创作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大家 抓拌均匀后 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猪肝学会这样做 鲜香又滑嫩 新手也能一次搞定 喜欢的朋友 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分享 不一样的家常美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